比起我亲身经历过的1980-90年代中国农村的惨状 农民们再也不是烂命一条了 一个普通湖南农民在生活质量上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如果别野够大 过的就是尽交土豪生活 中国农业人口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一直经历着最底层的痛苦 而只有继续坚定不移的向更高端的工业化前进 我们的民族才会越过越好 经过洗车阿姨这么一番人生教育 我对湖南乡下农民们的经济生活有了一定兴趣 在随后1000公里的电动摩托还省有时 不由得对湖南各县市农民一些生活情况进行了考察 重点着落在住房 医疗 教育 交通等一些情况上 我们先说住房和交通 这一路上我几乎是一路走一路拍 看到农民的房子不论好坏都拍下来 准备为这篇文章做素材 我们看到的最差的房子是这样的 但这种房子在农村非常少见了 也基本没有人住 都是未拆迁或者拿来做杂物房一类 也有一部分略微差的像这种 不过每个村都有些懒笨残或者泼皮无赖 不会富裕 只要这个比例正常就好 路边能见到的好房子都是大别野 空气好 占地宽 门前随便停车 比起城里的房子居住质量高太多了 当然还是远远不能跟江浙地区的农村别野相比 江浙的农村路边经常有超豪华别野出现 各地建造的最常见的房子是这样的 大都三至五层左右 外面简单装修 里面住人楼层重点装修 每家每户除了电器都有自来水 抽水马桶 热水器 网络全部都有 基础设施跟城里没任何区别 几乎每家都有一辆车 车一般是十万元左右的国产车 最受欢迎的是柳州产的武林红光 我在恒阳恒山亲自体验到了这款车的好处 当地居民那是每户一辆 1.5升的排量可以在陡峭的恒山蛇形弯道上跑得飞快 那师傅说他最多装过13个人 这车是后驱 跑起来有力 落地一辆只要6万多人民币 他在恒山跑车 不到半年能把车钱赚回来 湖南农村每家都买得起这种类型的车 拉货装人 能做小生意 还能适合一些恶劣路况 家境再好一些的就会上哈佛H6这种车了 再好一些的会上十几万二十万的合资车 至于交通 水泥路修到了所有有人的村庄 十几户的深山小村都铺好了水泥路 有部分甚至是质量颇高的柏油路 一般是单车道 部分能做到两车道 有路有车 从我原来的乡村到市中心 1991年时 两小时的路程 现在只要35分钟 要是在北京上班 35分钟可能刚刚够你在天通院高峰期 排队进地铁吧 离市中心那么近 又都有代步工具 到处都是高速公路 如果别也够大 过的就是尽交土豪生活 那教育问题呢 幼儿园一般2000多一学期 包接送和吃饭 上下学都有校车 湖南乡道随处可见这种校车 小学和初中免学杂费 只要交很少很少的书本费 大概150元书本费 校车零售费 读完初中后考试分流 优秀的读高中 一学期住宿费 学杂费 书本费2000多 不怎么优秀的去读中专技校 有部分地区还有伙食补助 学费也很便宜 只要家里有个人在挣钱 农村孩子想读到高中 经济上完全不是问题 感觉已经接近12年医务教育了 而我最关心的是医疗问题 这个和基层的工作人员 请教过数据 2019年农村医保缴费标准为 220元每人 政府对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 实行普惠性补助政策 2018年 城乡居民各级人均补助490元 城乡居民的困难特殊人群 参保缴费后 个人缴纳部分 由政府按规定给予补助 具体能覆盖到多少人参加医保呢 上级下达的任务是98% 没参加医保的基层工作人员跟你急 我还仔细询问了 是不是每种病都能算在保险内 回答是常见病 慢性病 大病 小病 都能报 现在有部分懒人还会去骗医保 因此社保局的人还要到医院去查 基本上湖南农村人口都有了医疗保障 医保能报销80%左右 而且不用垫付医疗款 医院结算后到社保中心办理 有些医院还可以直接在医院办理 入院的时候登记好 出院只需要缴纳个人部分的钱 不会在一场大病就返贫 农民们再也不是烂命一条了 没有贬义 唯有心酸 而湖南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 现在是赴广东地区工作 到本地城里工作 乡村服务业等等 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壮年劳动力 包含女性 一家人勤勤恳恳工作 不碰赌毒 努力5到10年 没有拆先款 也能建一栋三层小楼 如果是贫困家庭 还会按家庭人数 一人一万元 发给建房补贴 但是只准建一层 并且会有人来检查 有没有违建 另外还有微房改造 棚户区改造 异地搬迁等补助 配一辆面包车 不用担心孩子读书太贵读不起 或者家里有人生一场大病 家里经济直接崩溃的情况了 这次游历湖南各地的乡村 感觉十分欣慰 湖南并不是一个富裕的省份 但亲眼可见 中国农村的基建 自来水 电 网络 公路 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政府在这一块 肯定投入了巨量的财富 而教育 基本就是在补贴 中国的教育成本 从小学到大学 相对许多国家 都是十分廉价的 完全在普通家庭的 承受范围之内 最让我痛心的医疗 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农民们 终于活得有尊严 有安全感了 比起我亲身经历过的 1980 90年代 中国农村的惨状 现在的农民群体 在生活质量上 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现在的农村小孩 在成长过程中 再也不用像我 经历过的那些 灰尘漫天的马路 一路蹦跌的棚子车 施己命如草稷的莽夫 昂贵的学费 医疗费了 一个普通 湖南农民的 经济生活状态 是家里有一栋 三四层的自建小楼 不一定漂亮 但十分实用 一家五到七口 住在里面 家里有一辆 六到十二万的车 门口有一条 通往市区的水泥马路 人人都有一宝 小孩上下学 有校车接送 学费基本免费 地不多 可能不再耕种 前后院养着一些家禽 主要靠别的营生赚钱 看到他们有这样的生活 我已经很是欣慰 我在中国国运三十年里 提到过中国经济 真正的转折点 再加入WTO那一年 在这之前 中国农业人口 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一直经历着 最底层的痛苦 最艰涩的心酸 中国农民们 一直做着最繁重的工作 拿着最低廉的收入 在中国全面布局了工业化之后 终于能在活着的时候 亲眼见到工业 开始繁补农业 为农业人口 提供生存保障 和更多的工作选择 这一步跨越极度痛苦 就像是脱了我们民族的一层皮 世界上没有哪个农业大国 走完过这一步 万幸 我们走过来了 中国的农民阶层 一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阶层 可以说是毫无尊严的阶层 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变过 虽然现在还谈不上幸福二字 但确实比过去好上太多太多了 而只有继续坚定不移的 向更高端的工业化前进 我们的民族才会越过越好 在前方 工业高端化 挣着一票发达国家 那是他们最后坚守的人类资源 金字塔的顶端 而为了更好生活的中国人 即将对顶端 发起最后的冲击